神雕俠雷 神雕俠雷 李安求監製, 曾永強篇步 金融圓著, 楊敏改編 楊耀倫錄音, 並且由李學斌 楊麗仙, 盧允賢, 溫泉 莫家驅, 馮天行 余世騰等聯合播演 神雕俠雷第十回 現在開始播出 神雕俠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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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 謝謝你 爹 你師父是誰 婆婆 婆婆 對了, 為甚麼我會在這裡 我在樹林發現你的時候 你已經暈倒了 我被那群臭道士追殺 一時怕他們上來 就滾到山坡 跟著就滾到樹林 後來就暈倒了 現在好一點了吧 好一點 婆婆 你真是好 婆婆 這隻老公怎麼不停哭 我勸他不聽 你來就對了 你給我勸他 讓我看看 他沒有發燒 你的手很冷 石老公 你喝過玉蜂漿 半天就會痊癒 你告訴我 你闖進樹林做甚麼 你…你是… 這位龍姐姐是這裡的主人 他問你甚麼 你回答他就行了 知道嗎 弟子楊過 拜見婆婆 拜見龍姑姑 行了…快點起來 你叫楊過 不用多禮了 坐下 你為甚麼會受傷 誰打成這樣 婆婆 我很餓 好 好 我拿點東西給你吃 吃飽了之後 你就再說你的身世 和遭遇給我們知道 謝謝婆婆 好 聽你這樣說 你的命真是生苦了 世間上 除了婆婆和龍姑姑之外 沒有其他人對我好 你郭伯母偏袒女兒 做事又不公道 說得你師父趙志敬 他那個人心胸這麼窄 連小孩子也不放過 婆婆, 他的傷沒甚麼大礙 要送他出去 甚麼 婆婆, 送他出去 不要, 我不回去 我死也不回去 姑娘, 如果送這個小孩子回去重陽宮 他師父一定會難為他 那他就慘了 你送他回去 跟他師父說 叫他不要再難為他 這些是他們教宗的事 我也管不來 你送一瓶玉蜂蜜漿去 然後跟他說 哥老道士不會不聽 你這個小孩子真是苦命 謝謝婆婆和姑姑替我衣相 我...我走了 小孩子, 你去哪兒 我?天下這麼大 我哪兒都能去 過兒 不是我們姑娘不肯留你過夜 是呀, 實在這裡 一向一定有嚴厲的規矩 是不准外人進來的 你還是不要難過了 也不要怪我們姑娘 婆婆為甚麼這麼說 我們後會有期了 姑娘, 如今半夜三更 你說叫他去哪兒 不如這樣吧 叫他明天才走 不行 婆婆, 難道你忘了 師父所說的規矩嗎 那... 來呀, 過兒 我給一件... 我不要 我死都不會回去那幫臭道士那裡 你不認得路的 我帶你出去 你出去 為甚麼這麼黑 不用怕, 我拖著你走 全曾門下弟子尹志平 奉師命拜見龍姑娘 過兒, 你聽不聽到 聽到 外面有人找你, 你千萬不要出去 不是的 婆婆, 你不用理我 一人做事一人當 我既然錯手打死人 就讓他們殺我田命 那我陪你去 我在這裡 要殺要湯 全憑你們的意思 你呀 幹甚麼… 我又不是想走 你不用捉著我 想不到你居然對師父那麼忤奕 簡直無法無天 好呀, 我要教訓你 真是很大口氣 嘻 豈有此理, 你這個老婆 我抱你回去 放下他人, 放下他… 你們想怎麼樣 大家散開 前輩, 這個弟弟極之頑劣 氣屍滅祖, 破壞門規 武林中人講究的是敬重師長 所以避教責備於他 這些都是應該的吧 甚麼氣屍滅祖 簡直是一面之詞 可是他打到六青督重傷 性命還有危險 抵他 前輩, 為甚麼你這麼說 這個弟弟跟那個肥道士比武 是你們全真教自己定的規矩 他本來不肯比 但是你們就強行逼他下場 既然動手 就自然是有輸有贏的了 是那個肥道士自己沒用 又怎麼怪這個弟弟哥 前輩, 這件事的是非曲祭 我們自然會品名掌教師組 由他老人家秉公發落 請前輩把這個弟弟交給我 你們會秉公發落 全真教由王重陽以下 從來就沒出過一個好人 前輩, 你… 要不然我們住得這麼近 為甚麼始終不肯來往 這個人我的弟子 一向愛打愛罵 我自然有分數 不准師父管弟子 武林之中哪有這個規矩 你是他的師父嗎 我偏偏不准你管教他又怎樣 這個小孩子是你甚麼人 不用理你 你憑甚麼插手這件事 他早已不是你們全真教門下的人 胡說, 你強詞奪利 我告訴你, 這個弟弟哥 已經改拜我們小龍女姑娘做師父 他好與不好 天下間只有小龍女姑娘一個人管得著 你們快走, 給我多管閒事 老婆… 老婆二哥不行 楊過很大膽 他打出師門, 是他全真教的師 全真教… 楊過, 這件事是不是真的 秋道師, 你這麼陰毒 不教我功夫 還趁機打我 我為甚麼還認你做師父 楊過, 就算我拜一隻豬 拜一隻狗為師 也比你還好 你…你很大膽 是呀, 我是拜了孫婆婆做師父 又拜了龍姑姑做師父 怎麼樣, 你是不是很不服氣 我打死你這個易徒, 你這個畜生 想不到你身受重傷 你出手還這麼狠 小廢話 是有兩手 好… 好痛呀 讓我來吧 天光北九陣 前輩, 得罪了, 上 果然厲害 這批臭道師真是有本力 為了早點脫身 唯有借著白玉蜂 上 大家小心 這或是全陰涉心法 照大家閉氣安靈神髓 就可以化解了 好, 大家快點退後 好呀…老婆婆 他們每個都暈不負體, 走了 你看, 有火煙 又來了個老道士 他手上勾了兩隻火把 那些玉蜂被黑煙一分 震西大亂, 全部飛走了 婆婆, 你聞到嗎?很臭 那些火把, 一定是用專分毒蟲的藥草所集 臭到上樓 婆婆, 有個老道士來了 婆婆, 得罪了 你這個老道士究竟是誰 為甚麼要趕走我們的玉蜂 貧道確大通, 拜見婆婆 你分賣我們姑娘的玉蜂 怎麼陪伐 好, 我稍後回來再跟你算帳 過兒, 我們走 走 庄主叔, 追不追 別追, 我們祖師定下規矩 是不准入林的 我們回去重場計議再作道理吧 走 婆婆, 我有點怕 傻子, 怕甚麼呢? 我怕龍姑姑不肯收留我 你放心吧, 我一定要說服她收你為止 真的嗎?謝謝你, 婆婆 行了, 行了 現在進去這間石屋休息一會兒 吃點心, 然後就出去 現在你進去這間石屋休息一會兒 吃點心, 我出去一會兒就回來 不要呀, 婆婆, 你不要離開我 傻子, 先吃點東西 我可以跟龍姑娘說幾句話就回來 那…你快點回來 行了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或者是我太餓了 孫婆婆, 對我真是好 又慈祥, 又溫柔 雖然她的樣子生得醜樣些 但是心底就好好了 那位龍姑姑, 她冷冰冰的 都不知道她開心, 還是不開心 雖然她說話, 就好溫柔 但是她的面子, 就好難看 一點溫暖的感覺都沒有 生得靚又有什麼用 人家一看見她, 就怕了她 我都吃完了, 孫婆婆還沒回來 不用想了, 龍姑姑, 當然不肯收留我 就算孫婆婆, 非要她答應收留我 不過, 我自己在這裡 都沒什麼意思了 算了, 算了 我都不如現在走吧 孫婆婆, 你去哪裡 婆婆, 你放心 我自己會照顧自己的了 我現在走了 等我年紀大一點的時候 我會來探你的了 我送你去一個地方 是沒有人可以欺負你的 不用了 我很頑皮的 就算去到哪裡 人家也不會要我 謝謝你, 婆婆 你也是無謂費心 傻子, 人家不要你 婆婆偏偏喜歡你 你跟我走 不管去什麼地方 你跟著婆婆就可以了 來, 我們去重陽宮 好 婆婆, 你帶我回來重陽宮做什麼 送藥給你那個臭師父 為什麼 過言, 那個臭道士雖然可惡 但是他罪不至死 如果他不吃了這瓶楓 就後患無窮了 他對我這麼兇 管他生還是死 算了 我帶你跳上牆頭 糟了 婆婆婆, 怎麼辦… 怎麼辦… 我們已經陷入重圍了 我們不如衝出去吧 不要為你那個臭道士殺還是死 別這樣 我們又不是來打架的 你們幹什麼這樣, 想嚇誰 趙之經 趙之經, 你快走出來 我有話跟你說 前輩, 留夜闖入閉館 不知道有什麼指教呢 這些就是醫治風毒的藥 你拿去吧 這個奴太婆怎麼突然這麼好心 還會送藥來 你不信嗎 那些到底是什麼藥 你不用問這麼多 吃了這瓶玉蜂漿 就自然會見效的了 前輩, 我又怎麼知道你是真好心 還是鬼主義 我又不知道這些是解藥 還是毒藥 趙師兄已經被你害得這麼慘 對了, 為甚麼你突然間又會這麼好心 送藥來的呢 我一番好意 你竟然說我下毒害他 好 既然你不信 還一張玉蜂漿給我 前輩, 你… 郭兒, 張開口 好香, 甘香味味 好, 免得他疑心這些是毒藥 郭兒, 我們走 老前輩, 請留步 幹甚麼 老前輩, 你又何必發這麼大脾氣 我只是隨便說一句笑話 老前輩又何必這麼認真 說笑話?誰相信你 老前輩, 大家是多年的鄰居 總是應該有見面的交情吧 好鄰居, 既然這些是解藥 那就請你給我 及早治好趙師兄吧 解藥就只有一瓶 剛才你不要 是你搶了回去 還被楊過的獅子喝光 請你老人家再給我一瓶吧 沒有了, 趙志敬的傷 你自己上萬佛衣了 你…你真的不肯給我假藥嗎 你不尊敬前輩, 我就要教訓你 你打我 打你又怎麼樣 就算你是前輩 也不能在重陽宮這麼無禮 那你想怎麼樣 得罪了, 上 過兒, 我們上場頭 上去吧 上去吧 全真教, 危陣天下 真是名不虛傳 前輩過獎了 幾十個年輕人 合力圍攻一個老太婆和一個小孩子 那算是好漢嗎 我們只是竹拿闖入重陽宮的刺客 我管你是老太婆也好 或是年輕的小姑娘也好 你既然能走進來 我就要你趴在那裡出去 甚麼 你感覺是甚麼意思 就是叫我這個老太婆 爬出山門的意思, 是不是 如果你不想爬出去 只要你依從我三件事 婆婆, 不要依從她 聽聽他怎麼說 那到底是哪三件事 你聽住了, 第一 你放蜜蜂傷害了趙師兄 那就要留下解藥 那第二呢 第二, 你這個弟弟是全真教的弟子 未得掌教真人許可 又怎麼可以任意反出師門呢 你就要把他留下 不要呀, 婆婆, 我不留下 你放心吧, 難道你不相信婆婆嗎 我相信… 那第三件事又是甚麼 你擅自闖入重陽宮 就要在重陽師祖之前 叩頭借罪 如果你能做到這三件事 我們就放你出去 我早就跟我們姑娘說過 全真教的道士 全部都是沒有出息的 老太婆的說話何時有說錯 好, 來…我向你偷偷賠罪 你… 我告訴你, 這招叫前鋸後功 你看看你的額頭, 眼睛都是血 你不應該出暗氣的, 你… 一個裝的陽光中中進 也算是暗氣嗎 幹甚麼… 我不是劇碼, 我不怕 你怕不怕 婆婆, 等他們殺了我 這件事完全跟你無關 你快走 婆婆就跟你一起死在這裡 等那些臭道士如願以償 握手 臭道士 我已經搶了你們兩個人的長劍 這招兇手入白人的功夫怎麼樣 很怪異吧 是呀, 很怪 過兒, 接著長劍 你敢不敢跟那些臭道士動手嗎 我當然是這樣 不過可惜這裡沒有其他人 甚麼其他人 全真教, 威名蓋世 這種欺負孤兒老虎的英雄事跡 如果沒有其他人宣揚出去 那就很可惜了 的確是勝之不武 不如去稟告掌教師伯 聽聽他的指示吧 抓住老太婆 抓住老太婆 我自己養過師父的快樂 走呀… 臭道士, 你們究竟是否約了 放下他 這個人出獎很快 婆婆, 請你把假藥和這個小孩留下 原來就是用毒煙趕走玉風哥老道士 貧道確大通, 方才得罪, 請不要見怪 要留下那個小孩 就殺了我這個老太婆 大家幾十年鄰居 何必為了一個小孩過有傷和氣呢 我本來是很容易來送藥的 你問問自己的弟子 我說這句話是真還是假 不用問了 這腳很厲害, 看掌, 踩 婆婆…你怎麼樣 你… 剛才一節, 神雕俠女第十回 是由李安球監製, 曾永強編導 金融原著, 楊敏改編, 楊耀倫錄音 現在已經播放完畢 那些電影 沒有, 可惡, 可惡 那些電影 那些電影 我… 那些電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